HELLO 大家好,我是彭佳慧 今天呢是來跟大家討論合奏課跟個別課的差異性 那我是覺得呢,比如說像個別課呢 它就是比較是演奏技能的養成 合奏課呢,我覺得它也是必要的 就是當你學了這個樂器之後 你自己吹,吹久了你會覺得有點不去 你就會想要跟朋友玩個什麼 室內樂、二重奏、三重奏、四重奏 甚至進樂團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說這時候你就要有一些合奏課的訓練 那合奏課訓練呢,它其實就是一人一部 它講的是團隊合作 比如說我第一部、你第二部、他第三部、第四部、第五部、第六部等等 然後呢,我們可以很好的 就是大家胎質很穩定的 然後對在一起 然後樂句的銜接呢 一部、加一部、一部、加一部 這樣子可以非常有默契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個就是合奏課的重要性 你要怎麼樣可以跟別人團隊合作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會覺得合奏課也是必要性的 那所以呢,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行列 然後跟我們一起玩音樂哦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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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